那天他走出來說明年這個私家醫院雙費那些人父是零配額 你都說得出現在的特區政府還未死 那些要申請或者排隊 到明年03年年尾都未完 怎麼零配額 接著說以後那些雙費人父生個小孩未必有居留權 你說如果這麼簡單問題就不會困擾到現在 那些人很開心 打電話你的特首真是果斷有魄力有夠僵 他有什麼可以做除了釋法 基本法寫得清清楚楚 香港出世無論你是什麼人非洲人都好 你都是擁有香港居留權 所以你只有一個辦法一是修改基本法 一是通過人大釋法 沒有第三條路對不對 如果你要刪他居留權的話 我們人民力量提什麼呢 是修改法律 或者本地立法 令到那些雙費人父連香港生孩子都不行 好像澳洲柳西那樣 是不是 你入境之前 我那個就是大雙程證 你不能來 你來都來不了 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所謂居留權的問題 你都來不了生 最多就有些人撲網來衝關 或者在香港做愛 然後在香港如期居留 在香港撲衝關生孩子 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是少數 對吧 他譬如說來香港 接著預期居留 接著香港生 那這種是不是少數 但是現在你預約了醫院那些 是多數的 這個是特區政府造成的 我會說到九十多次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安慰我們的核心價值 在下面追 核心核心價值 他想說些甚麼 我都聽不懂 不想聽說話語無論詞 不如同星期二晚十點 聽我們的新界最前史 新東版主持有 萬必恩新港 貌謝 新西版主持有 物業成 李慧嚴 一同東西法力個半鐘 Ridiculous 隔空佛宮,黃毓民民道,現在和你否則正致 星期六,我們看達明一派,他做四場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今天是最後一場 這場表演很好看 兩個都是80年代崛起的 兩個都很有趣的人 這場表演特別的地方是頗政治化的 你沒見過達明一派這個演唱會 很多政治的訊息 連劉曉波都打在字幕後面出現 我的名字也出現了兩次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我很忙,我也知道他有個演唱會 具體時間我也不太清楚 那邊的人發了一個WhatsApp給我 玉敏很想請你看達明一派演唱會 你哪天哪天有空嗎 今天我可以啊,禮拜六 那我就說禮拜六去看吧 就是這樣 我拔了一個助理去看 是 那去看,我在後台上 當然是探望姚明哥 很開心 在化妝間幫我拍了一張照片 那我展示完之後 那我又做粉絲 那我跟他們兩個又拍了一張照片 那我就沒有鋪上網的那張照片 那我就拍了有幾張 和他們兩個人拍的照片 那他展示還沒做完呢 那我就不想把那張照片鋪上網 因為他有一套戲服 免得讓人知道他穿這套衣服 就是臨尾 就是第二部分 後來那套衣服很可愛 那結果他今天自己鋪上網 他鋪上他拍的 也是那張照片鋪上網 是嗎 那在一個網易娛樂大陸網站 鋪上一張照片 真的很有趣 那表演很好看 真的很難得 現在還有一些藝人 歌聲 很多政治信息 在後面 你明白嗎 在香港是不是快要沉淪 有一個很個人的 梁振英是同志 問號 曾鈺誠是同志 有一個問號 到很多的 陳淑莊不是同志 有一個問號 到最後 黃耀明是同志 沒有問號 很個人 那張照片很好 看得我很開心 很興高采烈 近期都沒試過這麼開心 所以我便說 Good show 是嗎 我便說 是 我便說 很開心 發覺有時候 這樣 鋪一下這些照片 大家都很開心 唉 說這麼硬的事 說到我都沒有癮 所以現在想想想 有時候 你幫我發表 我在海洋公園 和我孫子 整個和平手勢 誰知道他學不到 你明白嗎 這樣 這樣 在海邊 剛剛 就是 纜車上到頂 那裡 就有一個餐廳 外面有海 背景 就有一張照片 多漂亮 這些 這些開心的日子 還不知道有多少日 可以過 現在想想想 真的 只是淹底 哈哈 哈哈 有時候想想 你說為甚麼 我真的有很多 可以做 我益自己 你說為甚麼 嗯 那 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 不是說 洗濕頭 等於胡適痴 形容他自己 叫做過河櫥子 過河櫥子 過河櫥子 你知道嗎 知道嗎 那些櫥子 那些櫥子 你把過河櫥子 是不能回頭的 只是向前走的 嗯 只是向前走 過河櫥子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櫥子 把過河櫥子 就算 總之你向前走 只能夠 那你去了前面 又不能回頭 過河櫥子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就是過河櫥子 只是櫥子 不過是過河櫥子 過河櫥子 就能發揮威力 沒過河櫥子 在你自己這邊 還沒過河櫥子 有時一隻櫥子 就可以讓你下班 怎知道 你竹帳棋 這個知道 這個知道 所以過河櫥子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這些就是過河櫥子 這個 我遲些就 五分鐘成語 這個 蕭若元 就是孔子三分鐘 我就做了五分鐘成語 給你打打 都不錯 五分鐘成語 好像革命那裡也不錯 革命就是 你不好打倒你 我來幹好 這樣才叫革命 通常革命就是 你不好打倒你 我來幹 接著到下一個 你打倒我 這個革命循環 就是這樣 我們就叫過河櫥 過河櫥大沙 你這樣寫 過河櫥大沙 可以打橫你 好好好 唉 我們 有些聽眾 就是 餓了很久的電話 我們可以放些進來 因為最近 我們就常常 我們說 不要放電話進來 我們都可以聽一下電話 大家可以帶電話進來 就跟我聊聊天 發表一下意見 最近其實都很多事情 今晚我們主要都說兩件事 一個就是國版權條例 是吧 就是網內23條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替補方案 最新那個 就是已經經過修訂 改完又改之後 就剩下 就是限制那些辭職的議員 不能夠參加這個選舉 半年之內不能夠參加選舉 補選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 5月2日 他就會拿來耳毒 我們在法會就會打拉布 那5月9日這個版權條例 我們都會打拉布 但是就要大家幫忙 因為我們之前做了那千多條修訂 已經是很辛苦的了 所以5月9日這個 因為他星期五就要截止 就是提修訂案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供多些資料給我們 讓我們跟大舊 就是兩邊的助理 大家開會談一下 如何處理這些修訂案 那要提得越多越好 希望大家就真的可以幫忙 那聽眾呢 可以打電話進來 就是跟我們聊聊天 因為過去我們 都聽電話比較少些 那有些人就 就 見我們不聽電話 不打電話 那叫2-8-9-2-7-8-4-1 我們聽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 你好 請說 是 身體保重 是啊 應該要保重 是啊 還有我現在想告訴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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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些人 香港人 白癡 用頭想想 用腦想想 不要走 嗯 經常都是這樣 人家說 講一下有什麼好罪 講一下 我講一下行不行 講也不行 我都經常講 我講一下也可以 我講完也不行 他不是沒試過的 黃泛這件事也夠說他 他也夠說他 他也夠說他 他現在講到是捱耳氣而已 大哥 沒有句話 我真的多 多謝他 這麼自欺 這麼吃虧 你也知道 好 好 我真的覺得他很離譜 而且他這個候任 特首辦主任的權力很大 因為他負責整個政府的新的班子 很多東西的 你明白嗎 這個不是一個很普通的職位 你明白嗎 尤其是你其他班子被決定的時候 這個就最大了 還有我告訴你 我記得羅范那時候講過 他說如果他就不會入他的班子 他說如果他認為他是負利的 他就不做 是 我現在就告訴他 我覺得你是負累的 立即辭職 夠強嗎 他不會的 那就不要說 還有這個版權 不要被他騙到 不要告訴他 我曾經聽過新聞機 有哪位議員曾經說過 他說現在郭雄玉燈 郭馬洛郭雄玉燈都要拘捕 但是有沒有人撿 沒有人撿殺的 不要聽他說 好 多謝你的電話 OK 我也被他縮過 明白 多謝你的電話 OK 我們來聽一個澳洲來阿蘇的電話 你好 黃雄玉燈 你好 每個人打電話來都會讚你 你不用讚我 不是每個人讚我 有些人罵我 我就是要罵你 那你就罵我 好啊 是 是 因為呢 我就覺得你非常非常非常之蠢 是 是 因為呢 我告訴你 香港的人呢 不值得的 是 非常非常不值得 我其實在澳洲 就是跟一些網友 找過講過一個 弱的故事 可能你沒有聽到 是 但是 你就是好像這樣 那些人 你為了他 他還要吃了你 吃完你 不單止 你死掉了 都會挖你的心來煮的 嗯 所以我覺得 是很失望的 是很 是很無人的 而且 是很不值得的 就是我很替黃太太 不值得 你這麼多年 為我們香港人 為我們中國做了這麼多事 但是 你家裡的事 我們覺得很難過 嗯 黃雄玉燈 真的很 在台灣的選舉事件 你回來 開記招那次 我是覺得很感動 是 很傷心的 是 就是看到他 我心想 為何搞成這樣 為甚麼 為甚麼要為這些立法 說這些說話 重要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心痛 還有 等你真的很不值 黃雄玉 我真的覺得 剛才說了 過河出紙 你明白阿蘇 有甚麼辦法 我正在寫 一對連比利 不知道是否可以 我就說 兩姦如一出 賀激毒徨徨 你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人 哈哈哈哈 多可憐阿 這個老順講的 兩姦如一組 真的好可憐 賀激毒徨徨 我 我明白 其實不是的 我改了 我說賀激毒徨徨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很徨徨 真的 不要緊 你 大家繼續幫我打你 OK 我會的 但我真的覺得你 你老的了 你 我老的了 我給你後生做 我那天聽到你 我下載了一些節目 你還說 打算坐牢 是啊 我說不要 我們香港人 為甚麼 那你要繼續搞 就是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坐牢 大哥 那你真的 除非你不搞 那些年輕人也在 唉 我真的覺得 為甚麼搞成我們今天這樣 還有 你真的為了我們做了很多事 我們是感受到 但香港的人很蠢 很笨 還有很老套 還有 就是 我覺得香港的人 我有時候偏激 我覺得比北韓更差 因為北韓的人 是被人封閉 還有很多 就是不明白的資訊 因為我們的信息 自由流通 你都這樣 就是那個盤子 是啊 我覺得香港其實很值得 還有我真的 我一看藥 我就想起來 我是覺得 很傷心 我很悲憤 但是 我們能夠做到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你在做事 還有我知道你在為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事 其實我們 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有些好日子過 很簡單 我明白 有兒子有孫 是啊 他們是 其實我的兒子都沒有所謂 我的兒子幾乎全部 我有三個兒子 有兩個是美國人 他都不會回來 是嗎 明白 所以我覺得 你享福吧 我覺得香港人的事 香港人自己要承擔 為甚麼經常都是你一個人去做 任者 你的同志 你那些兄弟 全部都是 射你的 甚麼人 這些 那些文字 不要說 那些簡易都不知道是甚麼人 但是我覺得 香港人又不醒 那你想怎樣 現在局面越來越差 我覺得 喂 不是的 你六十多歲還要去蹲監 真的很不對 而且 那天聽到你說 黃陽達又準備坐牢 我真的覺得很傷心 坐牢了 但是你坐牢 他年輕 沒所謂 他坐三個星期 哈哈 你呼喚到別人覺醒就是 但是香港的人還會扔你 你想一下 陸君子 在 拉去營場的時候 中國人是扔他 扔他 扔瓜瓜菜菜 我今天才 這個民族 這個民族是很嚴重的 所以危康經常都是說這些話 跟你差不多 我明白 他認為中國人是很難搞 不是 很難搞 但是我覺得 你們實在犧牲太多 而且 也不是的 也不是很大犧牲 大家盡量不住 我明白你有你的 我明白 這些算什麼犧牲 比起劉曉波 比起內地很多朋友 我們這些都不算犧牲 我是不是阿蘇 不過我很感謝你 Anyway 聽到你的電話很開心 我去澳洲一定找你的 OK 好 先說到這裡 我們聽聽英國來的何醫生 何醫生 你好 八明漢 不是阿 李蜜浦 李蜜浦 弄錯了 李蜜浦 整個人記錯了 李蜜浦 李蜜浦 這對波 怎樣 很久沒有找你了 有什麼資格 首先 首先要申報一下 從來都是跟人 沒有跟黨 謝謝 所以以前捐錢給社民聯 現在應該是捐錢給人民力量 謝謝 首先一定要靜靜 從來沒有變過 你怕捐給多 你捐給普羅政治學院都可以的 一樣 你終於是讓我明白 那些組織可以幫到我們就可以了 謝謝你 上次我記得我做的做法 就是寫一張匯票 就好像是寫整黨的名字 沒有問題的 這次 是不是應該都是寫人民力量呢 可以寫人民力量 沒有問題的 你讓我們有戶口有成 多謝你 有一件事就是 說起雙非孕婦 我剛剛看到的 港台報新聞的時候說起 那些雙非孕婦那些小朋友 有些現在在香港已經在讀書 在香港已經有親戚在照顧著他 然後在供養著他 他又說起很多事情 就說 現在香港政府又怎樣怎樣怎樣 要用這個公帑來去支持 要教育這些小朋友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有問題 那些小朋友是沒有罪的 神經病 不是他選的 在哪裏出生 對 但是你現在 他生了出來 你現在用這個雙非孕婦的標籤 那是否說 以後這些小朋友應該不讓他讀書 對 就是大佬真的很生氣 我一聽到他這樣說 那你現在全部都截了他 那你的人口政策又怎樣呢 現在是矯枉過正 對 簡直是 矯枉過正 還有香港人很適合聽 啊 零配額 啊 雙非沒有居留權 很開心的 香港人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那是典型香港人 大佬 上了巴士下一站 叫人來飛站 大佬 不要上來逼我 即是你老爸老母 還有你阿爺 還有阿哥 哪裏來的 到底哪裏來的 大佬 當然你要有效控制 好像港英時代 他即暴即解政策 在79年就停了 是嗎 是嗎 那有人口壓力大 他就用這個政策來搞 是不是 又不是像你現在這樣 大哥 是嗎 嗯 另外一件事 歐文 就 我也有點擔心 不過呢 很大可能 你可能也要坐下 是有機會的 但如果要坐下 就怎樣呢 即是不能選這個立法會 嘩 還選 大哥 我現在 老實說 今年 即是九月份 未必是九月前 會坐牢的 因為那宗案 是有時間審的 是 那現在 目前控告我們的罪名呢 就 看回以前的案例 未必會判即時入獄的 是嗎 但又很難說 喂 大哥 那些混蛋這樣 玩的 他一定會抓住你們來搞 你們那幾個 即是 沒有三個 沒有這麼多 長毛那個 我們是預料了 因為他前科累累 是嗎 即是在法官量刑的時候 他會考慮這件事 但是那幾個 初犯的 求不答白 你判他三個月 三個星期監 是很離譜的 是嗎 是嗎 長毛這次入獄 遇到坐牢的 是嗎 第一件事 如果當你選了九月 他遲些才審你 然後到 譬如說十月十一月 他會判我坐牢的 那時候我選到之後 他判我坐牢就沒事了 為甚麼 除非超過三個月 超過一個月 他立法會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 也未必通過得到 是嗎 只是兩體而已 你明白嗎 他咬都會搞到你三個月 他老命 哈哈哈哈 髒口醫生 有人已經知道 是 真的 有可能 又真的不知道 等於我那個立法會 我立法會我都這樣說 卡路在這裡 不要緊 卡路沒有所謂 卡路又是英國回來的 跟你一樣 我知道 卡路小朋友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的髒口醫生 你不認識我 你不認識我 我私底下 哈哈哈哈 不是 有一個 有一個 中局給你 就要練習一下中文 小朋友 真的要練習一下中文 因為你在香港 如果行政 你不用中文就不行 一定要練習一下中文 OK的 他現在都OK的 慢慢的 他現在天天在大舊辦公室 都經常寫中文 是啊 OK的 你要講 要講出來流利 他現在都流利 不過有些事情他還未熟 半年左右 卡路 現在他都在這裡 我們這些公共政策 很多事情他都在鬥 可以的 其實我對年輕人 是很有信心的 他肯 最重要是自己肯學 是嗎 他人聖母 他坐在你旁邊 他坐在你旁邊 像你的女兒 或是你的侄女 像我的女兒多些 我很想有個女兒 哈哈哈哈 我很想我三個兒子 是沒有女兒 星期五沒有女兒 哈哈哈哈 有個字 因為你兩個很搭 你知道嗎 是嗎 真的 多謝你 你上鏡 因為他上鏡 剛剛好 就騙得到你 是啊 笑口細細是不錯的 卡路 可以的了 你給他一些機會 令到我們的節目 都好聽一點的 好 謝謝你醫生 謝謝你 謝謝你支持 醫生真是好 他說跟人 他跟人 哈哈哈 好 張小姐電話 你好 毓敏 你好 我不明白香港 是這麼開放的社會 他跟台灣有什麼分別 你跟不同於民進黨也好 人家是有他的理想 嗯 我看到今天 又覺得憤怒 又覺得很傷心 你好像張文剛 即是講話 長毛那裏 講回言論 他還說做教師 我心裡都想 如果今年九月 如果民主黨 再很多人選去 我以後都不參加什麼 即是上街我都不上了 香港人抓死 自己在那裏 抓死 你說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你說 即是 即是 他們搞民主 我真的 如果我真的 我經常都 有機會我會當眾真問類 你搞民主搞到你這樣好了 那個西裝不挺 整個淑女這樣 為什麼有些搞到要去坐牢 這樣 不是他最糟的 他雙重標準 他在那裏 猛 猛批評這個長毛 怎樣 違反法紀 暴力 然後就說 不應該免除他職務 那你在那裏講什麼 對不對 我們就很清楚 認為長毛 這個是一個政治檢控 一個政治判決 我們是不認同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 不可以讓他解除職務 講得很清楚的 這個是 最猛的就是 香港人不醒 他們現在經常製造一種 我們就是暴力 所以他們那種遊行 就去到中聯辦就下班 那我們在中聯辦衝擊 那些我們就是暴力 所以我有時跟朋友說 他們說暴力 最暴力就是 六七年你們見過嗎 我說 放菠蘿 那些人去罷工 扔人家石頭 那些就是暴力 我說 我有沒有流過一滴血 唉 就是對於身邊 雖然我都 都盡量跟身邊的人說 跟同事說 真是唉 無所謂的 我們 就是苦撐代變 張小姐 我們大家 大家努力 大家努力 多謝你電話 多謝你支持 那我們聽一下奇奇的電話 Kiki Kiki 喂 喂 到你了 想跟你打一下氣 多謝你 我也很擔心你去坐牢 不用擔心 要坐就要坐 沒辦法 我剛才說過河出紙 你又不能走回頭 那怎麼辦呢 半天跳 我們這些人的性格 沒有可能 林鄭退縮 我覺得有些事情 應該要做 做人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 當然我唯一 有時候很遺憾 一件事 老實說 覺得對家人 就真的很大虧欠 我自己天地良心 我沒有對不起中國人 沒有對不起香港人 我覺得香港給我 這幾十年 我香港出生的 我們今時今日 可以在社會上 可以發表意見可以成 或者我們的生活 都算相對比較 過得去 我都是這個香港社會給我們的 我們是要有責任去回歸這個社會 以及為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沒有什麼大志的 我又不是要大富大貴 我又不是要做什麼 政府高官 有權有勢 我們不是要求這個 對 不過我都看到一些香港人 真的 對政治的一種無知 還有 對你們那種誤解 唉 真的 都很軟識 沒有所謂的 起碼你誤解我們 都有人支持我們 不是每個人都誤解我們 我覺得 人數不 人數少 其實我是有心臟病的 是 每次呢 我聽到這些政治的節目 真的激動 爆血 不太好啊 你有心臟病嘛 千萬不要祭啊 這些 要放鬆些 是 放鬆些去面對我 但我覺得你們 先生啊 排舟啊 長毛啊 皇上那些 他們都願意去坐牢 願意去為香港犧牲 雖然如果我是一介草蜜呢 或者 我有心臟病 嗯 那我都要 盡量去 面對這件事 我盡量去向 我的朋友去 將我的真相 去趕回出去 嗯 明白 好 你精低而歉 而我都精低而歉 是啊 多謝你啊 我知道啊 很多人都好像你這樣的 所以很感激你啊 OK 那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周日樂死都迴避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把香港人的內地配偶 去公立醫院生兒子 或者排斥立醫院 和那些相悲人去同一條隊 這是說不通的嗎 就是說你公立醫院 我們香港人 或者你兩夫婦都是香港人 你就老訪去公立醫院 生兒子 是不用付錢的 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 有了這些相悲 或者是來中關 你令到我們這些本地孕婦 喂 就那個資源受到影響 還有 香港人的外地配偶 是不能在公立醫院生兒的 但是在公立醫院生兒 不用付錢 最近中心法院做了一個裁決 有個阿伯幫她的媳婦 就司法覆核 就因為醫院都收她幾筆 她認為不應該收她錢 但是結果是輸了的 輸了的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叫做非本地孕婦 無論你老公是香港人 或者不是香港人 她都一刀切叫做非香港孕婦 那你非香港孕婦 就跟同一條隊 但是過去的數字很清楚 港人內地配偶 去年在香港三千多個 生兒子 但是相非 是三萬幾四萬 問題出在這裏 是吧 現在她很容易 告訴你香港人 聽到每個拍手掌 看一看 做到才算 是吧 但是呢 至少她希望七一 遊行的人少些 是吧 接著呢 現在港大民意調查 她的民望至少升十個百分 因為她夠僵 是吧 所以這個是很危險的 我告訴大家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區 你幾不喜歡也好 是吧 香港人一定是不會喜歡 那些雙非婆 下來生兒子的 這是肯定的 百分之一千 但是那個解決辦法 就不是好像他們所說的那樣 沒有得給你一刀切的 如果是晨早就搞定了 是吧 怎會拖到今時今日呢 問題很簡單的 現在的大陸人她都不計較 她大把錢來生兒子 你去私立月園 收她廿日她照生 喂 那些香港人 環境好點 中產階級 我不想我老婆去公立醫院生兒子 住一晚病房兩晚病房 住多一晚 私家醫院照顧 五六期而已 最多一件事 現在沒有廿日都不行 那我怎麼去生兒子 即是連香港人 所以私家醫院生都沒有生兒子 當然是 所以逐度減少私家醫院的配額是對的 但是好像她所說 明年零配額 你就是混老人 即使 梁振英 她不是港共 她是好像 唐英年 或者曾蔭權那樣 但是她是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 我們都是要反對 而且她是港共才麻煩 她是共產黨 共產黨治港 是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很清楚的 這個是 但是她不認自己是共產黨 那就沒有違反了 是不是 所以 那一天 早上個禮拜 她的寫字樑打電話來給我 和大舊 就說要見我們 因為她要見泛民的議員 大喉 跌高的屁股 是不是 要見梁振英 有合作空間 合作 屁股空間 大把 是不是 跌高的屁股 是不是 就是 那她又 又找我們 是不是 那她要統戰 各黨各派 我現在就來做特首 不要說只是見那些保皇 保皇黨都要搞大和解 因為有一半不妥她的問題 那她找我們 那我們就覆了她 真是不好意思 不喜歡和妳見面 我們發了個聲明 第一 妳是共產黨 妳又不認妳是共產黨 妳承訊有問題 第一個理由 我們不和妳見 第二個理由 妳是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 沒有認受性 不是港人授權的結果 我們又不見妳 OK 很清楚的 好